1 2 极其坏了 极其坏了 第一名都没有这么狠 8000 这个肯定是个男生 不可能 不可能吧 5100 那么大的声音 男生 运动员 那其实首先要敢接受一些挑战 我想来试一下 我所谓的保持的体能 真的是保持的还不错 而且就是既然要做了 就是争取要把它做得最好 合力 我是第一次见他本人 就觉得 哇 身材管理也太好了 世界冠军了 他还需要证明自己吗 我觉得他很想我意外 一分我到底 好了 但是林丹老师就是 如果你选择这里 有可能会跟他一起 那好 在立台上见 打羽毛球他们就在一起 打拳还在一起 挺想看的其实 分不开吗 你这个谦虚了吧 你这个谦虚了 我才达440千多 我没谦虚 我腰受伤了 我手受伤 因为我们太熟了 我觉得 坐在一起聊啥 该聊的聊过 聊完了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选择做我旁边 好烦 进来就要测试 哇 这是筋膜枪吗 黄色的棉 夸张 走 好痛啊 女生打拳很帅嘛 然后 我喜欢的运动很局限 可能要跟音乐相关的 想要再开发一些 有趣的项目 为什么会来参加拳击节目 想体验一下运动 没有底气 我感觉我 还行吧 应该 想让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好一点 对 因为我觉得 如果拳击打好的话 应该 做事情的话 应该会更决绝一点 打头了 陈毅 我 因为你的舞蹈很好 我是腿一人脚一人 大概给我们秀一下基础动作 有没有一种过年的时候 被家长Q到财务 对 对 来 陈毅 叔叔阿姨们都在了 来吧 我喜欢的人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 来 陈毅 老师妈好 他们说什么没有 打了吗 打了 你看我说什么 我说吧 等一下 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我们挖 不知道 你是第一名现在 全力值 陈毅 来看热力值 看 真的 真的 你刚才全力了对不对 没全力 全力一负就得全力 他能上 姚琛能上八千 也七千了 姚琛你觉得会是谁 夏之光吧 你的队友是吧 前队 所以你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对 他很猛的 大猛男一个 你什么时候知道 另外的群体也会来参加选迹这个节目 就大家第一时间都直接同步了 对 我们应该不会坐一起 是的 好吧 真是 我需要干嘛 要才艺展示吗 对 下来 要领 蹬地 转跨 送肩 来个标准的后手之拳 舍路 我这个怎么 我都感觉 七千分听起来好高的 感觉总共满分应该才九千分 我现在信心一下大涨了 我要这么进去了 你怎么跟我穿着 他要上衫了 好生病 我可以选那个空座位吗 可以 那我选 你直接坐这儿 完了 不 我要选空座位 我不 你看你俩 我等别人选我 又都是RICE的 又 分数那么接近 我们怕两年间的那个什么 恩怨 恩怨 就在这上面解决了 对吧 哦 谁 谁 谁跟 谁跟谁有预约 谁有预约 有八卦的 梦沉 你的那个表情 想看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两年前我们做那个总决赛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棚里面 两年后 然后你们出道之后 现在又回到这儿来比赛 然后选位置 就跟拳击101的感觉 对 关键是我这次不主持了 我要 给打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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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七百八十九 还行还行 挺满意的了 我以为我四千多 可以可以可以 你现在知道自己两个兄弟也来参加这个节目 你当时知道他们来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就是 哇 挺好 有人陪我一起 因为兄弟在一块两年就是很了解彼此 然后也很熟悉 然后来这个节目去成长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不是自己一个人成长 还有两个兄弟陪自己一起成长 所以那个感觉特别棒 哎呀 光光 我 要展示才艺的 没有才艺 有 我都展示了 哈 对 每个人都有才艺 我打了一段 你退是吗 你别退啊 你翻一个 光光 我就翻一个好了 完了 直接 大家 来吧 夏儿光第一呢 你上当了 进来之后没有才艺展示这个环节 然后呢 没有 我太信任他了 对 第二了 没想到他把两年的感情就这么样 我给了你一个机会 对手都被吓到了 谢谢 谢谢 现在排名第一的是你的前队友姚琛 排名第二的也是你的前队友 张延祺 有问题 然后他们两个现在是空着的 我觉得有问题 有问题 所以你要选择的是 不可能 怎么可能 坐在那个大局 上开了 上开了 对 那你们应该一起打 我觉得可以的 这是选了就是选对手了吗 大概率 那我就最上面 真的 还是在姚晨和张延祺中间选一下 不 我觉得我们可以 可以依次通关在顶峰相见 不要初见就打 好家好兄弟 对的 明智的选择 我不想跟兄弟们上来就 碰硬 对 我希望我们各自都能够走一段路再碰上 其实我们都不太想跟兄弟打 如果在节目当中遇到他们会手下流行吗 那要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了 对吧 这个 我是拳击手黄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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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兄弟 好 好 先给大家freestyle一段 能不能打一场 能不能打一场 因为我跟她是在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算相互最熟悉的朋友 所以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动作也算一个小巧思吧 就是rapper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吗 400段 我下面是张老师 再上面就是林丹 那我肯定选了张老师 已经有跟张老师的了 那问那个立卢秀愿意吗 好 张老师 立卢 等一下 立老师只要能赶紧下班都可以 好 那我们就愉快地早下班 没有 我希望她跟别人打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打 除了真的打都可以 因为真的不太公平 那烧饼谈一下 马上接下来你要和张大德对打的心情 这个事吧 确实我还是觉得别打脸 咱们尽量都别打脸好不好 好 都是走这个 对对对 地质还是靠颜值吃饭的 对 好吧 519是 女生 还是女生是不是 好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觉很弱的样子 好吧 不满意 就是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健身 然后我又各种运动都不排斥 都想试试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综艺 我觉得挺好的 去干一件事情 要去做一个运动 就真的好好的去比赛 然后还要去淘汰 就各种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还挺少的 男生肯定是男生 因为我模特的那个工作呢 就是比较被动 因为都是被别人选 选来选去 但是拳击这个运动呢 我觉得是比较主动的 机缘巧合的 然后有这么一个节目 我就特别开心的 选择 那我就坐这吧 选择 选择个高的 两大模特 赏心悦目